每年国庆 中华民国都沦为配角 今年也不例外 你跑到总统府那边看一看 今年国庆主的视觉设计 只剩下台湾跟2020这两个字 我们的国号 我们的纪元都不见了 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不是台湾中华民国 也不是中华民国关乎台湾 我们事实捍卫的是中华民国 是真统的中华民国 来问一下学伟啦 国民党不是风水已经改了 14日眼睛不是装上去了吗 怎么这些人还在胡言乱语啊 风水的问题我等一下再来解释 刚才讲到李孟居这个案子的话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李孟居案子的话 你马上就不是讲说 蔡英文没有真心捍卫中华民国吗 对不对 蔡英文两岸没有互信吗 那你对于两岸这么互信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跟老大哥讲一下 这个说是国民党表演的方式嘛 你国民党竟然说蔡英文政府 要拿出办法出来 这个时候你国民党要表现 那你老大哥 跟你们大话一声做一个戏 让你们看着 国民党现在都要崩盘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把李孟居弄回来的话 那民众当然这是你很好的表演的舞台嘛 所以你国民党竟然这个时候反过来 还在讲说蔡英文政府 你要拿出办法你要怎么样 那表是说你们国民党也没报了啦 对中国共产党也不想理你的啦 还叫蔡英文改变 国民党自己先改吧 对啊你看 我们这个 我实在每次听到讲到他我就要叹口气 他说为何我执政两岸可以稳定 那你这么稳定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两岸统一 我讲难听一点嘛 我就跟你说你执政八年 如果这么稳定的话 那个时候如果照你说的话这么好 那应该两岸那个时候就应该统一 那为什么没有统一 说白了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民 绝大多数不同意啊 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 现在一天他有出来 在那边蹭声量蹭什么 这声量再高也没有这个韩国瑜厉害啊 你看韩国瑜还没有露脸哦 只不过在脸书上po了一下而已 告诉你说中华民国 其实你还没有像此时此刻这么风雨飘摇 当人风雨飘摇 选总统没选上还被罢免掉 当人很飘摇啊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看 他的声量第一名 你马英九思雨淺淺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不要再那么用力 在那边喊这些有的没有来 那我再讲说这个军系立委 军系办那个国庆日 说真的真的是 一年一年会比一年 一年比一年人还少 为什么 这些人慢慢逐渐凋零了 你年轻人一辈 没有啦 你看现场没有年轻的啊 你说有那个二十几个吗 三十个吗 那都没有嘛对不对 那这个 徐老天以前 说实在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老了之后领老都会变了 你知道 他不是中华民国 捍卫的不是中华民国台湾 那你捍卫的是什么 我常常就在讲说 你今天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话 你国民党早就完蛋了嘛 中华民国早就没有地方 难道那时候去海南岛吗 对不对 否则你也没地方去啊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应该 我刚才第一段的时候讲说 要吃鸡鸡要拜手头 你要懂得感恩嘛 对 你知道当时台湾 我说实在台湾当时是在日本人手上没有错 那问题是你今天没有把台湾要回来的话 现在搞不好很多人也觉得他生活还是这样过嘛 我讲句老实话 当初国民党把台湾拿回去的时候 国民党败退来台湾的时候 你知道那时候引起多少台湾人的反弹吗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人每天都这样讲什么你知道吗 说四咖玩阿嫂放浪换串 就告诉你说四咖就是什么 四咖就是日本人嘛 对不对 换阿嫂 阿嫂就等串来嘛 对不对 本来是换串的对不对 换串串 有比较好吗 当然没有嘛 所以就跟你说这一段历史 你国民党跟中华民国你要正视它 对 你来的时候台湾人不是完全 当时的台湾民众不是完全的信服你 不是完全的认同你 不是完全的认同你 那你来的时候台湾让你有个栖身之地 让你说我们以前说什么复兴基地 什么宝岛台湾 你就应该要有那种感恩的心嘛 对不对 你到目前为止你在这边 你的后代在这边 子子孙孙在那边生 每次都讲说 我死了要葬在台湾要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那都是好听话 真的叫你保卫台湾的时候 你做得到吗 对不对 那你看 这个季铃连 我说实话 那个海军陆战队的 至少他还有一点 可是我说实话 你讲的这些话 我看半天 我研究了两天 研究不出版 你的逻辑在哪里 对啊 你说打打看 由俄后大斗来 有国军在 谁都拿不下台湾 那你又告诉我 说陈霖总非常耿直 讲的话一针见血 陈霖总讲的是战利林 你为什么说 国军有在的话 谁都拿不下 然后又说我们臭被战利针糟糕 对啊不是 那你今天基0年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老共记得 要把他抓起来 他一直说 陈霖总说台湾的 国军战利林 你还拿不下来的话 那就表示你解放军的 战利是负的嘛 对啊 所以这个 我真的搞不懂 他们在讲什么 好啦我们再讲 改名字 他们现在讲说 到底中国国民党 要不要去中国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说这个不用讨论 干脆你就带一带 全部人揪揪的 去中国就好啦 对不要在那边什么 要不要去中国 你就全部去中国就没事了 对不对 还留在台湾改名字 干什么 还在想要不要把中国 两个字拿掉 对啊 中国共产党也 中国国民党也不是 没改过名字啊 我们以前读历史都知道 新中会 同盟会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 他要改什么 中华革命党 后来才改回中国国民党 因为你每次要有 歷史的一个脉络 你当初 你现在国民党在台湾 中国国民党 这个招牌 新鲜了 老北市看到就糟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一个改革 你要彻头彻尾去改变嘛 对 竟然还有这个什么 洪玉凤这个议员 出来讲说你看 封非非以前不红 改名之后就一飞冲天 所以他支持改 改对 是没有错 你也要找就像豪爺这种人 可以改名 常要找的洪玉 越改越害我 就像这个石狮子好了 这石狮子1998年 那个时候是不是中央党部 在那个现在张龙发基金会 那个时候中山南路 那个地方 彭印刚送给他的你知道 后来这个党产不是卖掉吗 你签到那个巴德大楼的时候 这个石狮子当初就已经什么 眼睛就掉了 那时候眼睛就掉了 眼睛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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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有去注意到 现在我们跟国民党 开始败落的时候 才开始砍大楼砍大楼 我就跟你讲 那时候2013年 因为他搬到巴德路大楼的时候 对面有一个相神庙 那时候人家讲说 相师大战 最后那时候狮子败退 所以那个狮子身上已经裂开了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狮子摆在风水的话 这跟神像一样 它是胜兽 所以这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话 这跟家里面的神像一样 如果有破损有干什么 那不可以再败了 他整个搬走了 对啊 这要全部去修改 或怎么样 可是修改说之外 你除非说有工艺是很厉害 否则的话 还有人去拿两个眼睛把它倒下去 那是这边 唉 真的是 你不担 你今天把眼睛装上去都还是一眼啊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那天就讲了嘛 你装上去还是白白嘛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整个狮子 改风水 而且国民党 他說明年底 党部又要签了 因为年底 那个租约到齐 在巴德大楼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要再搞这些有的没有 那什么三金香菜 在那边 主席办公室路冲 进门里面不是有个 勇怀领袖 那个石头 也裂了 我也说那像墓碑一样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风水池 那个风水池 根本就养鱼 根本就养不活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里面煞气很重 我也希望说 你下次真的要搬到边 别的地方的时候 拜託一下 先把一些基本格局看好 不要再穿那些 鳌龙 乱七八糟 什么改名 那些都没效 好了 嗯哼